前八點多捷運站裡空無一人 突然間一男一女開始相互追逐 隨後更爆發一連串拉扯 女子力氣不及對方 直接被拉倒在地遭到連續洗凶 女子有人健壯追了上來 實境用包包狂甩男子 但他根本不打算停售 事發就在捷運信義安和站 去年七月 徐姓嫌犯先是在捷運內 偷偷對一名女子伸出狼爪 得逞後竟然又盯上另一名女子 當時這名徐姓嫌犯尾隨一名女子下車 進到夜台之後呢 發現四下無人 他更加大膽 直接將被害人壓制在地 當場息凶 原來監視器中的被害人 在捷運上就被鎖定 徐姓嫌犯一路尾隨他 直到走出車廂 眼間院台內四下無人 嫌犯竟然直接追逐被害人 最後成功將他壓制 不論對方怎麼抵抗 嫌犯依舊不罷休 不只成功息凶 還將對方胸部抓傷 經眼尖遠景發現 一字可疑對象 玄機上前盤查 迅速查獲該名徐姓犯嫌 事後警方緊急到場 將男子逮捕到案 男子事後也坦承犯案 兩名被害人 因為不想再見到他 撤告和解 但徐姓嫌犯 被依性騷擾判刑兩個月 而強制違憲部分 則判刑八個月 全案還可上訴 蠻可怕 可能走回家的時候 把鑰匙握在手裡 就是萬一有人 要對你怎樣的話 你就可以 可能有一個武器 可以保護自己 捷運性騷擾案件層出不窮 雖然大部分民眾 防衛意識都很足夠 但平時搭車 最好還是多留意周遭 別讓有心人士 有機可證 三星期間學校也有 特別報道